那关于参选这一次的台湾总统您就是现在考虑的怎么样 那个硕佳还有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我来到西雅图的时候 那我就宣布了一个计划 叫做总统听见100天 有时候给自己100天的时间 我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那包括三个意见 第一个就是我该不该参选总统 那我希望听听很多朋友的意见 那不管是赞成或是反对的意见 那我都非常的感谢 事实上我可能跟别的政治人物的所谓的参选路径会不太一样 就像我之前曾经想要投入桃园市长选举 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宣布参选桃园市长 我是先进行倾听桃园之旅 然后在桃园走透透之后 听了很多人的意见 然后再决定宣布参选 那同样的我也认为说 这是一个比较周延的一个方式 因为不要把自己放得太大 也不要把自己想得多么的无敌 很多事情多听多想多看 那民众还有你的支持者 甚至你的反对者都会给你很多的意见 所以我说这个第一个听见就是 听听大家觉得罗志强该不该参选总统 这是第一个听见 那赞成的意见当作一种鼓励跟精神的后盾 那反对的意见其实就当作一面镜子 那你可以从里面去看到自己不足不够的地方 这是所谓第一个听见 但第二个听见 我觉得比第一个听见还要重要 就是我希望借由这一次 因为其实在过去我在从事政治工作 我都是走比较非典的路线 就是说跟传统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就像总统听见一百天 这个大概也从来不会有人采取这样一个模式 来启动一个可能的参选计划 那同样的我也希望能够去置换角色 也就是说总统听见 我要听的是什么 听的是大家觉得台湾需要什么 也就是说他的主角不是罗志强 他的主角是每一个好朋友 每一位民众 那可以做一个假定 这样我也可能会做一系列的 所谓的一种政见集或是节目 就是如果你是总统 你要发表一项最重要的意见 你觉得台湾最该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你来告诉大家 那我收集这些民众认为非常重要的 台湾未来的关键的政策 跟关键的决定之后 我觉得不只是可能提供 如果我决定参选的话 可以提供我做一个政见的思考 因为唯一有可能做出决定是不参选 那这些政见收集起来 我觉得对于 接下来总统大选 然后去行塑一个 让台湾更好的政策跟政见 更好的力量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第三个 就跟我这一次 怎么去看待2024年总统大选 我的自己的一个定位有关 第三个听见 我想要听听大家来谈谈 怎么样促进所谓的在野力量的整合 我强调我讲的不是国民党 是在野力量 因为在野力量整合 你才有可能促成政党轮替 而我认为台湾现在目前的情势 政党轮替 已经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所以 大家可以用策略性的思考 前面两个都属于的 第一个是所谓的资商性的意见 就我该不该参选 第二个是所谓政策性的理念 如果你要选总统 你会提什么政见 第三个是策略性的意见 就是如何实现政党轮替 让民主更好 这个目标 那大家觉得有什么样 策略性的路径跟方法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 我考虑参选总统 本身一个最基础的目标 跟功能 就是开启一个 前期性的总统大选的讨论 这就是我现阶段要的 因为目前台湾关注的还是在 县市长大选 所以此时也不会有人来关注总统大选 当别人不关注总统大选 我来关注 其实就是一个前期讨论 可是在两个多月 县市长选业就会有结果出来了 那因此很快的 我觉得也要有一些未与筹谋的一个角色 然后去寻思去思考2024年 台湾的未来该怎么走 谁是最适合的总统参选人 是最适合的总统 在那里面可以找到